大家好 我是小玉 现阶段到底要怎么样挑选债券ETF 才可以把我的收益最大化 风险最小化呢 我们这个阶段邀请到的来宾是吕翰威 翰威你好 小玉好 大家好 翰威来帮我们挑选一下债券ETF 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说 9月份的这个联组会铁定会降息 所以我现在要赶快来卡位 那有什么样挑选的重点 对 债券其实本来就是风险比较小化的 可是我也看到我们上这个非凡节目 下面有这个YouTube的留言在说 你就直接讲美国好 那美国也有可能会倒 那当然我觉得任何国家都有可能 欧洲五国也曾经一度有危机过 所以说这个 你如果要再把债券更极小化的话 就风险再小化一点就是要分散 不要单一就是 那我这边不是乌鸦嘴说美国会倒 美国公贷倒那真的是 我就我直接完了我要负金请罪 可是任何投资都有那么一点风险在 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以债券型基金 现在大概到7月份 因为我跟主动型基金公告时间抓债 所以你现在看到是9月 可是节目播出时间 它还没有办法公布到8月份 所以我们以最新资料7月份 总受益人数有180万人 这个是ETF 那一定是跨国 不会是本国 所以基金规模2.76兆 可是如果你同时去看股票型的基金 一样是2点多兆 可是它有900万人 180万人跟900万人 可是规模居然是差不多 表示买债券的都很有钱 一次都买很多张 我们的非凡的名师哲哲 听说他买了1亿 吓死人 买6000万就赚1500 这次又买 他又买回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这些大咖都开始在买债券 那跟着大咖讲当然风险小一点 我也喜欢跟着大咖跑 因为我觉得风险是 虽然官方利率还没有降 不过现在最近的行情实在 有够无聊的无聊 还好小益愿意找回来 不然每天在家看着那个行情 好烦 像新店图跟这个一样 9月底到现在 8月中到现在就这样很想 没有量 可是如果你做债就不一样 最近债券殖利率 人家没降他就已经先降了 所以这个就是在债券市场预期的心态 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这张图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以前不是很多经济学 我自己本身读经济学的 很多经济学者 我是自己经济学 所以我自己骂自己可以 那个长债的利率低于短债被扭转 表示有可能怎样 经济要崩盘了 怎么可能大家都去抢长债 不抢短债 不好意思 最近要降息了 长债的利率回到以前了 短债利率比较 大家比较喜欢短债 就是短债价格比较高 长债利率反而比较低 可是大家不是说如果到时候连准会降债的话 平均纯续期间越长 长天期的对于利率的敏感度会比较高 所以现在应该要选长天期的 我相信你一定都有看YouTube 小一讲的是重点 我去年就先买长期的 没赚到 然后我就跟小一说 我今年就给他买短期的 我先买 等下降期再说 真的是这样 你看你有看我们这个周报你就知道 你回去看YouTube 我知道你们下面有人会认同有不认同 那没有关系 我们分享嘛 你看今年短债 一到三年就会涨6% 7到10年的也涨6% 将近7% 那为什么常在5.7% 奇怪 韩文你不是讲存续期间 降值利率降1% 常在波动很大 因为现在联准会还没降 所以大家 你看大家都追短债 因为有时候 我讲一句比较不好听的 人家觉得那个美国联准会像狼来了一样 每个月在那边喊 点正途在那边点点点点点 要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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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情况会降会降会降 我觉得从这个数据来看 应该要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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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9月都还没有降 所以其实变成是短债 优于长债 会降钱 但是小玉田要重点 如果一旦真的联准会降息了 值利率大幅往下走的时候 确实这个长债的波动 存续期间 大概是17% 20年 10年大概就7% 等一下我们会有完整的资料 所以它的波动就会相对比较大 那还有一个 就是刚刚其实 我就想要一开始就帮我破级了 有时候你买 我最近涨最多的是欧洲银行债 欧洲 为什么 因为欧洲6月就预防性降息 人家预防性降息 所以你看降息 会不会反映在债券的报酬率 会 所以大家现在几乎很多的资金 已经是在买美债 但是欧洲债已经先涨起来 所以我现在应该要选欧洲债 还是我先卡位美债 好问题 分散投资 你看 现在的公司债 赤顺位的金融债 你不是主顺位 对不起 以前我们会计学老师讲 债权能大于股东 我们会计老师教我说 债权能有多大 那股东 公司要破产要还债 那个债群人先来 你走快 我先拿 对不对 你是股东 等我拿完有胜人才是 所以有主胜位赤胜位 然后还有股东 还有投资级的金融债 那非投就是BBB级以下 这个我们在节目中都讲过 不赘述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连中国债大家都在抢买 所以我觉得 其实是现在反而美国 我同意在YouTube 在下面留言的这些投资人 你跟我讲我有看到 你说美国公债也不是绝对我 他会还是要讲 哪怕他只有1%的风险 但是我们也看到之前 那个标准普尔 或者是国际姓名 就一开枪 整个姓名下来之后 还是会反映在债据价格 所以分散投资 那你说现在买欧洲好 还是买美国好 当然就我们来看 因为没降息的 涨得会多 可是有时候换个角度 人家欧洲债据已经先涨了 其实你也可以 长天起 我可能会觉得 可以先买欧洲 因为我还是不知道 9月19号 台湾时间9月19 美国时间9月18 公布出来的这个数字 到底会降0 还是降1码 还是降2码 我想这个我们都要等待的答案 如果以主动型基金 你看 也是都是长天起 或者是优先到 就是不是美国公债 以前大家都只会买 美国公债比较多 因为比较安全 可是你看现在都是新银市场债 非投资等级债 新银市场债 我今年买的主动型基金 就是某一家银行 因为我的好朋友在 连差投信 这样子就好 我就不要讲哪一家 在那个银行 他们有发基金 因为我一看R2 风险不高 然后都是投资等级债 然后大概就是7到10年 就符合我的短期需求 所以我觉得我那套基金 今年报酬率 当然不能跟股票比 可是就风险 跟它的报酬来讲 我觉得就相对还不错 所以我买的也不是美国 这个所谓的公债 因为现在要买美国公债 没有投信会发 你知道为什么 如果是小玉 我就要买美国公债20年 我们ETF买就好了 谁会去 你发了 然后你还拜托银行帮你募 结果大家都在ETF 那好喔 再者 如果你刚才说 欧洲债的已经先涨上来 现在新银市场债也涨上来 是 那我如果要选的话 我选欧洲债 还是选新银市场债 我的话我会选欧洲债 因为欧洲已经预防性降息 长天期 那短天期的话 比如说7到10年 我可能就会买新银市场 可是问题是这些债券 如果我是透过银行端 直接换汇去买的 我不用考虑汇差吗 太好了 我本来那个7到10年的 本来赚4%的 就最近前一阵子 台币突然升破32块 就剩3% 所以心里还是会有点那么的难过 那怎么办 但是哲哲讲过 就是 他买那么多钱他不怕 因为我们刚刚讲 我们看最后一页 就是操作重点 就是这一张好了 因为刚刚小玉有提到 20年 如果你是以长天期来看 大概每降1%的利率好了 我还是不喜欢用殖利率 因为7算现在殖利率降 为什么长天期的报酬率 所以居然还是第一短天期 我就没办法解释 你就解释不过去 奇怪了 所以还是要等利率降 就降1% 那它波动会17% 那对汇率来讲 它就可以盖得过去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只要找利率 能够cover我汇差的 你就可以值得投资 或者是说 经济学者有一个最讨厌的一句话 在一切前提不变前提之下 长时间来看 汇率不影响报酬率 但是短期间 汉威的心就觉得 人家本来赚4% 5%的就先剩3% 就是因为汇率 确实还是会 一定会 而且甚至像我们在银行端 我直接买公司债 干一档的 它的手续费 也是你要去计算的成本之一 不过我还是强调 现阶段来讲 短债是优于长债 是因为还没有降 公司债优于美国政府公债 是因为大家现在 还在等费的降息 所以未来如果一旦降息的时候 还是可以留期长债的观察度 汉威提醒大家 这是他的操作建议 如果说在还没有降息之前 他认为现阶段的 短债优于长债 公司债优于公债 这是在降息之前 但是如果真的 确定启动降息的话 其实还是要以所谓的 长债为最主要的投资方向 提供给您 非常感谢汉威也感谢你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下周同一 Nolan